武神主宰 第5610章 深渊之火 作者 暗魔师 只见那一根根的深渊锁链 宛若一条条鸣蛇一般 瞬间暴射出去 环绕着魔力 缓缓游走着 形成一道巨大的深渊大阵 散发镇压一切的恐怖气息 这是 简陋了 幽冥大帝 眼珠子一瞪 祭坛上的玉龙大帝更是惊呆了 什么情况 亿万年来 这深渊锁链镇杀 和封锁了不知多少冥界强者 将他们的本源炼化 加固深渊通道 是魂月山无数冥界强者的噩梦 可如今竟是如此轻易 就被眼前的小子给收去了起来 开什么冥界玩笑 玉龙大帝还清楚地记得 这些年 在这深渊锁链的镇压之下 自己宛若行尸走肉 日夜受到深渊之力祭练 痛苦不堪的场景 可现在 玉龙大帝难以置信 看着上空的魔力 哈哈 这锁链实在是太适合我了 不错 真是不错 魔力激动看着环绕身体四周的深渊锁链 眼瞳中暴露出来 无比惊喜之色 哗啦啦 只见一根根的锁链 环绕着它的周身游走 每一根锁链 都散发令人心计的深渊气息 镇压虚空 可洞穿大地级的强者 魔力神色激动 一直以来 它都缺少一个厉害一些的宝兵 不管是在初始宇宙 宇宙海 还是明界 都是如此 而金在得到这深渊锁链之后 他顿时有种如必驱使的感觉 他有种感觉 在得到这深渊锁链后 他的实力 起码可以提升数成以上 战斗力有突飞猛进的变化 秦晨 魔力下意识地转头 看向秦晨 既是你自己得到的 那这深渊锁链 你就收起来吧 秦晨不等魔力开口 便是淡淡说道 好 魔力激动 一抬手 无数锁链瞬间被他敛入体内 消失不见 宛若石沉大海 毫无声息 不对啊 只是收起锁链之后 魔力却是微微一正 自己收起这锁链 凭什么还要征求这秦晨的同意 堂堂气韵之子 岂能如此卑微 想到这里 魔力得意兴奋的表情 瞬间又难看了下来 玉龙大帝 你现在自由了 秦晨看着下方的玉龙大帝 打断了他心中的震惊 玉龙大帝神情发猛 眼神有些恍惚 喃喃道 自由了 话音落下 他下意识地冲天起 哼 然而不等他离开祭坛范围 突然 那祭坛之上 陡然升起一道无形的深渊屏障 要将玉龙大帝 重新镇压下去 除了这深渊锁链之外 眼前这祭坛也蕴含镇压之力 封印其中的一些生灵 哼 深渊屏障 触碰到玉龙大帝的身体 顿时 玉龙大帝的身体 宛若燃烧起来了一般 被这深渊之力疯狂点燃 忍不住惨叫起来 是深渊之火 看到玉龙大帝身上 不断燃烧的漆黑深渊火焰 黑莲圣使面露震惊 瞬间脱口而出 幽明大帝看向他 深渊之火 黑莲圣使急忙点头 对 此火 乃深渊孕育 可灼烧天地间一切事物 特别是在这宇宙海中 根本没有任何东西 能阻止这深渊之火的燃烧 此火这是在祭炼这玉龙大帝 要将它的本源彻底熔炼 加固深渊通道 秦晨眉头一皱 想不到这祭坛 还有如此作用 不得不说 五月明帝那深渊族人的准备极其充分 不但有这深渊锁链的加固 还有这深渊祭坛的封锁 一旦其中的生灵 试图脱离深渊祭坛范围 就会直接引燃深渊之火 将其本源彻底灼烧 化为养分 这等手段 果然符合五月明帝的作风 极其狠辣 黑莲圣使急忙对秦晨道 大人 或许魔力大人体内的力量 能镇压住这深渊之火 魔力也两眼放光 当即就冲下去道 秦晨 这深渊之火交给我 然而他话音未落 秦晨已早期一步 来到了这深渊屏障所在 不用 这深渊之火 交给我便是 秦晨眸光冷漠 来自深渊郁郁的火焰 有点意思 本少倒是有些好奇 这深渊火焰 与我宇宙海的火焰 究竟有何区别 也敢称灼烧一切 话音中 秦晨冷哼一声 大手已然触碰上 这深渊屏障 哄 刹那间 一丝可怕的漆黑火焰 沿着秦晨的手臂 瞬间蔓延上他的身躯 哄的一声 就看到秦晨整个人 一瞬间 就变成了一根 燃烧着的漆黑火柱 整个人像是 成为了一个火人一般 在这虚无空间中 疯狂燃烧起来 深渊之火 一点就燃 任何生灵触碰上 都无法阻止他的燃烧 幽冥大帝 脸色顿时大变 想上前又有些忐忑 焦急道 哎 秦晨小子 你 你真是太鲁莽了 这深渊之火 交给小模子就好了 他反正有深渊族血统 这深渊之火 应该烧不死他 而且 就算是烧死 也无伤大雅 你若是出了什么事 让我们怎么办 幽冥大帝 看着熊熊燃烧的秦晨 急得 像是热锅上的蚂蚁 忍不住团团乱转 一旁听到这话的魔力 不由脸色难看的看着幽冥大帝 魔力 骂的 这老不死的 有礼貌吗 当年果然死得不冤 哼 这一股深渊之火 此时疯狂涌入秦晨体内 不断灼烧他的肉身 并且 恐怖的深渊之火 亦是直接降临秦晨灵魂海 要瞬间点燃秦晨的灵魂 哼 混沌清廉火 秦晨猛地催动脑海中的混沌清廉火 刹那间 一道道清廉绽放 无尽的混沌气息弥漫出来 与那深渊之火 瞬间碰撞在一起 轰咔 两道火焰迅速交锋 形成一副恐怖的画面 噼里啪啦 一道道火焰撕裂之声响起 秦晨震惊看到 自己的混沌清廉火 在这深渊之火的触碰下 竟然被瞬间点燃了 无数青色界域迅速被压制 那深渊之火 不断入侵混沌清廉火的区域 根本无法阻挡 深渊之火 果然强大 秦晨眉头骤起 这混沌清廉火 还是他从初始宇宙带出来的 是秦晨当年得到的无数火焰融合而成 并且经过这么多年雷劫洗礼 凝炼 威力恐怖异常 足可对一般大帝造成伤害 可此刻在这深渊之火的灼烧之下 这混沌清廉火 竟然节节败退 让秦晨心中微微震惊 更让秦晨震惊的是 这深渊之火 在点燃混沌清廉火的时候 竟是在消融混沌清廉火中的本源之力 仿佛一阴一阳 两股力量相互中和 而深渊之火明显是占据了上风的 混沌清廉火不断败退 秦晨的灵魂之海受到了深渊之火的入侵 疼得一下猛地燃烧起来 思思灵魂之力 在被这深渊之火迅速吞噬 此刻 这深渊之火 就仿佛一头深渊巨兽一般 在疯狂吞噬所有的一切力量 无论是混沌清廉火 还是秦晨的肉身 神魂 都在其点燃下 被其一点点吞噬 肆无忌惮地扩张 难怪这深渊 会成为宇宙海的大敌 看到这一幕的秦晨倒吸冷气 心中骇然 自己虽然不曾突破大地境界 但无论是肉身 神魂 都已经达到了一个极其恐怖的地步 一般力量 根本无法将其消融 可仅仅是这一缕深渊之火 此刻就蕴含如此恐怖的威力 将自己彻底点燃 一旦放出去 那简直就如瘟疫一般 让宇宙海的强者 如何能与深渊异族对抗 大人 看到秦晨身上的漆黑火焰 烧得越来越厉害 太阴明女等人 神色大变 顿时无比焦急起来 幽冥大帝 大人身上有神魂之力散意 这说明他的神魂都被点燃了 这下麻烦大了 快想个办法 黑莲圣使焦急万分 即便是他这个深渊族人 也不敢轻易触碰深渊之火 秦晨他实在是太鲁莽了 幽冥大帝也焦急起来 这我能有什么办法 他当即急忙看向魔力 小魔子 快 你上去 把秦晨小子和御龙大帝身上的深渊之火引走 引到你自己身上 可千万不能让他们两个出事 魔力 骂的 听听 这特么是人话吗 也对 这幽冥大帝 乃是冥界的鬼羞 又不是人 嘴里能吐出来什么好话 魔力脸色难看 不过心中还是有些得意 看来在这冥界秦晨 还是少不了他 虽然心中肺腑 魔力动作却是不停 一步跨出 直接走向秦晨 要将他身上的深渊之火 给引到自己身上来 眼前这深渊之火 对他并无任何伤害的力量 反而是有一种 极其温暖的感觉 只是不等他触碰到秦晨 却听漆黑火焰包裹中的秦晨 突然淡淡道 不必 话音落下 哄 一道恐怖的雷光 从秦晨身体中 陡然爆发而出 在这雷光之下 那包裹住秦晨先前 怎么都无法熄灭的深渊之火 竟是被瞬间镇压下了下去 一瞬间湮灭不见 才觉 幽冥大帝瞳孔一缩 魔力也是神色微变 当这雷光出现的瞬间 他灵魂深处的深渊图腾 莫名涌现出来一丝警照 仿佛感应到了什么天敌一般 竟有种惊惧的感觉 不会吧 自己好不容易有了后台 不会还不如那秦晨吧 魔力的一颗心 瞬间沉了下来 脸色难看 嗯 深渊之火 的确不凡 秦晨脑海中 一朵漆黑火焰缓缓缓生腾 被雷霆之力笼罩 温顺如猫 本章完 让他们注意 leak 秦晨脑海中 尖程完 声碰缓备 修寻 随便宣格 被雷霆之力吼 放一声 鸡